张宇飞和崔灯荣约法三章 教练不准其恋爱 哪怕是霍启山也不成 中国体坛最美女运动员 很多人会说张宇飞 很多优秀男士想要追求她 但她平时忙于训练 很少有机会和男生接触 而接触最多的男士 非崔灯荣教练莫属 张宇飞和崔灯荣师徒情深 如同妇女一般 张宇飞亲切称她为老爹 平常她有点像我父亲 就是我思想就喊她老爹老爹 她平常也是很丑我 但是训练场上就不是这样了 张宇飞自岁时意外失去父亲 而投入崔教练门下 崔教练也给张宇飞赋爱 张宇飞在接受采访时 曾透露崔教练就像是她的父亲 只不过崔教练对张宇飞的要求很严谓 并明确指出不允许张宇飞谈恋爱 崔教练甚至会对张宇飞的个人生活 有一定的限制 崔教练直言 张宇飞确实长得很招人 这当然不是她的错 但这个阶段 首先第一个要求 就是不允许她谈恋爱 前段时间 张宇飞和霍启山的恋情绯闻 一度被媒体热议 引发大量关注 据报道 霍启山追求张宇飞 可以追溯到2023年的 不达佩斯游泳世界杯 这场比赛中 张宇飞以出色的表现 赢得女子200米蝶泳 奸泳关注 游戏爱你 去冰尘天 由其赛后霍启山跑到场边 跟张宇飞祝贺 霍启山是香港豪门霍家的公子 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影响力 而张宇飞则是一位 备受瞩目的游泳运动员 凭借自己的努力 在泳团上取得了显著成就 因此 两人如果交往 在一定程度上 展现了一种社会阶层的差异 更何况张宇飞 势必会听崔教练的话 所以二人并不存在爱情 对于张宇飞来说 崔教练的重要性 远远超过了霍启山 而崔灯荣教练 何时允许张宇飞谈恋爱 这是一个需要师徒俩商议的问题 相信他一定会把张宇飞照顾好